大家好 今集裝修幫到你帶來調景嶺相蓋 去看都會摘的裝修過程 我們這次主要是做舊屋翻新 舊屋翻新主要有三部屋 改了格局後 水電設備都會找適合 另外要做一些保護措施 走廊和電梯位都會鋪防護軟墊 提前跟大廈管理署通知 走廊地板由PP交去保護 由電梯位一直延伸到單位的正門 另外大門位也會做足夠的保護 所有牆上的文字都是記錄給現場師傅看的 我們也更換了新的MCB 全屋不同的位置 電位都可以按需求而增加 無論是特色長設角 又或者是長身的所有省線位 我們都會按照施工圖進行 我們都會做一個拆除間隔的工程 水電煤等等的設備 我們都會重新修改 另外根本冷氣的工程 我們都會按照安全守則 連搭棚額外都會做一個保護的處理 我們拆了主人房原本的間隔牆之後 都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窗台雲石上面的保護 都可以妥善地阻止到不必要的刮花 有看過我們上一條片都知道 我們研完窗後 都會給客人更換一些全新的鋁窗零件 所有要保留的位置 我們都會很清楚地顯示 新設的煤氣喉和浴室窗 我們已經妥善更換 全屋的水制位 我們都已經重新設計過 無論是清拆的位置 一體式智能座刺 兼具多樣的功能 一體式智能座刺 兼具多樣的功能 光中包括清潔、保暖和除臭 它會用到負離子去殺菌 另外有360度的雪窩沖水 可以確保刺板的乾淨 另外它也有內置的水箱 這就是智能座刺的位置 涵水、地台和去水位 我們都有重新設計過 今集都會站全屋盡情 就到這裡 喜歡的可以留言 按讚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密切留意我們裝修幫到你 我們下集見 拜拜 拜拜